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10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栗战书表示 中检传统友谊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换的考验 进入新时代 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 中检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了典范 中方坚定支持检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支持检方维护稳定 促进发展 改善民生 愿同检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高层重要共识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办好中检友好年系列活动 构建高质量 高水平 高标准的新时代中检命运共同体 两国立法机构要加强沟通合作 为加强两国合作提供法律支持 洪森表示 检中是铁杆朋友 检对华友好政策不会改变 检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 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共同打造钻石六边合作架构 促进检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陈竹参加会见 当天 柬埔寨首相洪森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